那再来就是这一题 这一题讲的是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那最近可能大家在正段节目 还是新闻 大家都会看见 说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那倾向于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都会跟你讲说 这是有毒的 毒肉 现在的政府很毒 要进口毒的肉 把人民毒死掉 这个是你们未听到 另外一派的讲法 但是政府要告诉大家 真正正确的资讯就是 那是一个错误的假的资讯 这个题目没有跟大家说 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进口的肉 就算还有莱克多巴胺 也一定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以下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以下的那种肉 才可以进口到台湾 不管是什么肉 现在台湾人吃牛排 有美国来的牛肉 一样有莱克多巴胺 但是就是在安全剂量的范围以下 那种牛肉 我们才可以进来 现在台湾人很多人都在吃 但是现在呢 台湾完全没有一斤 一克一片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在台湾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没有要吃 从来没有人要进口 你们看台湾的猪肉市场 去年2020年 92%台湾市场上 连全联连传统市场 加热服 统冠 传统的市场 这些加起来 如果有卖猪肉 92%都是台湾猪 因为台湾人不吃 美国来的 其他国家来的冷冻猪肉 因为有新味 因为不新鲜 我们都要吃温体猪 没有想到这个政策上路 这个不是新的政策哦 这个政策 其实今年的1月就开始了 可是台湾从今年的1月 从来都开放进口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进口 到今年开放进口以来 竟然台湾人吃更多台湾猪 2021年 93%的台湾 在台湾市场上的猪肉 都是台湾猪 台湾人不吃 这是为什么导致 根本没有人要进口 美国来的猪肉的原因 因为不管是全联 不管是肉品行 或是家乐福 进口美国来的猪肉 铁定就是卖不掉 那你说另外7%是哪里来的 对 我们有国外来的进口猪肉 但是是从西班牙 加拿大 还有英国欧洲 还有英国欧洲这边来的 所以你们要看 这一题的题目说 好像现在市场上 已经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政府应该全面禁止 这一题的题目 有误导大家的嫌疑 他的题目是说 你是否同意 政府应该全面禁止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脂的肉品 内脏 还有相关制品来台湾 题目本身就充满陷阱 题目本身就充满的敌意 还有不正确的资讯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一题我们一定要按不同意 因为这一题开放美国的莱猪进口 大家会说 如果是这样子 那政府为什么要开放呢 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是做生意的逻辑 那我们的东西想要卖出去 我们的半导体想要卖出去 我们说别人的东西也要进来 有来有往 台湾人不吃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至少政府可以对美国交代 说我是开放的哦 我开放你的肉可以进来 我开放你安全计量的肉 可以进来 但是如果台湾人不吃 政府不能逼我们台湾人去进口 不能逼我们台湾人去吃去买哦 政府这样跟美国人说 美国人就了解了 美国人说 美国人说 哦好 那至少你们可以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都是用相同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经贸谈判 那这一题莱特多巴胺的猪肉的原因 其实是这样 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了解 大概